台湾国家护理花 大家好,我是Lily,百合花 台湾很早以前就遍地百合花 现在就由我为大家介绍 台湾第一座国家级的妇女馆 国家妇女馆不只是一栋建筑 它呈现台湾妇女运动的历程 以及妇女生活的发展 也展现国家妇女政策的理念 2008年台湾妇权指标 世界排名第19,亚洲第二名 2008年底统计 台湾2304万人中 女性人口有1141万余人 占49.53% 女性劳动参与率有49.67% 大学录取率男女比例1比1 国会议员女性占3成 政府各部会所属委员会 委员的任意性别比例达三分之一 不过内阁阁员性别比例尚未达四分之一 这是未来必须努力的目标 在传统父系社会下 女人的权益并未受到公平对待 法国女权运动者西蒙波娃曾说 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利 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 幸好台湾在不同世代 终有一些睿智无私的女人 为创造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努力 现在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有趣的历史 台湾首次以弗尔摩沙之名出现在世界文件上 内容正是与女性相关联 1627年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第一位宣教师甘志士来到台湾 他在台南平原跟以母系社会为中心的希拉雅族 相处了16个月以后 完成了第一篇的民族字资料 也成为西方人认识台湾著名的最早的一篇史料 这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也是台湾平埔族唯一一篇能够详细记录17世纪的社会现状的一个材料 那么很多人都从这个材料当中去发现希拉雅族是母系社会 今日的台湾是个多族群的社会 多元文化丰富了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 其中当然也留下许多女人的足迹 知识带来力量 但是清朝时期的台湾 一般女性因为缠足的恶习 无法出门上学 1884年加拿大传教士 后来成为台湾女婿的马街 创立淡水女学堂 成为台湾最早的女子学校 有趣的是 当年在淡水女学堂上学的 大部分是原住民妇女 例如格玛兰族 因为她们都有一双天族 不缠脚的 1925年日治时期 台湾妇女运动极以萌芽 彰化妇女奉利会 侏罗妇女协进会等女性自决团体相继成立 虽然短暂 林兴在当时也掀起一丝灵意 1950年蒋宋美玲创办妇联会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 也是最庞大的妇女团体 创会会员超过十万人 1951年 妇联会发起保护养女运动 台湾光复不久 蒋夫人就来到了台湾 她当时看到台湾人民的生活 非常之困难 那个时候军眷没有地方住 妇人觉得国家新娃 女人也要负一半的责任 所以当时就马上号召 全国的妇 组织一个妇联会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新建军眷社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妇人有征召 台湾的企业家的太太 说你们可以不可以认捐 就有很多企业家 太太很热心地捐这个军眷社 1951年 妇联会发起保护养女运动 妇联会刚刚成立那个时候 我们台湾父母所受的教育 不如现在 所以收养养女的这种的习惯 有的有很好的养女 对养女非常之好 有的确实会有略带养女 互联会 那个时候就成立了一个 养女保护养人会 对养女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放眼全球 女性拥有投票权最早的国家 是纽西兰 在1894年 之后依序是澳洲1902 芬兰1906 挪威1907 冰岛1908 丹麦1915 苏联1917 瑞典1919 英国则在1918年 给予30岁以上妇女投票权 直到1928年 才扩大至所有成年女性 1920年 美国也跟进 妇女享有投票权 台湾是在1947年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公布男女皆有投票权 并于1950年首次施行 妇女拥有投票权后 权益渐渐受到重视 1975年 首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墨西哥召开 共同捍卫女性权益 经过多年努力 许多民主先进国家 女性参政比例明显提升 台湾也不例外 2000年 终于选出有史以来 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因为性别的因素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颠覆了传统 还有文化 因此我感觉到 整个社会习惯你 总统身边站一个女人 是总统的夫人 而不是民选出来的国家副元首 那为了要对抗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逆差 我负责了蛮大的代价 但是我还很欣慰地 就是说我没有妥协 我还是用很多的方式 来让大家习惯 说一个女性 也可以经过人民的信赖 而担任国家副元首 1976年 宇秀莲的拓荒者出版社成立 开始鼓吹新女性主义 启发很多人女权观念 亚洲基金会 在1975年 是联合国的世界妇女年 给我一个应典讯 让我到美国去 在那边实习了十个月 回程的时候也到日本 特别在韩国又另外 实习一个月回来 我就觉得需要有组织 需要更大的行动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一方面成立妇女团体 另外一面我就觉得 来办个出版社 拓荒者出版社 幸亏同时性别意识 结合着人权民主 一起这样子来推展 所以造就我们今天台湾 我觉得如果要看台湾 经济成就是一个骄傲 民主成就 我觉得我们的性别开放 性别平等 我觉得应该要相提并论 80年代 以妇女新知杂志社为首的 妇女运动风起云涌 1987年台湾解研之后 富运百花齐放 更多的妇女团体成立 以各种不同议题 继续为妇女权益而努力 台湾的民间妇女团体 很快就体认到 无论做什么样的努力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我们观念的改变 而观念的改变 一定要透过教育 所以就开始从教材的 解释做起 然后开始呼吁 要落实当时叫两性 后来叫性别平等的教育 从事妇女运动的过程中间 我们必须要有理论做依据 所以台湾妇女研究是 在1985年成立以后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收集各个国家和台湾各种的 跟妇女相关的一些资讯 就是集结在学校教书的一些 妇女研究的朋友们 可以试着我们在每个学校 开两性关系的课程来扎根 那也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也帮教育部办了一些 编转教材的老师 还有工作人员的训练 那从这个部分延伸到后来 台湾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 或者是普及学校的 整个的两性教育的过程 那妇女研究室在这个角色 是不能被忽视的 那妇女研究室基本上我们也不断的就是 希望各个学校 在大专院校 我们可以成立妇女和系列相关的研究中心 从1990年开始 那时候就有我 还有像王如玄的王清风 然后沈美真 还有这个杨芳婉等律师呢 还有一些学者跟法官 我们就开始投入这个法律的修正跟制定 那譬如说性别工作平等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还有民法亲属篇的修正 那还有这个刑法的妨碍性自主罪章 那还有就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还有这个性骚的防治法 跟性别平等教育法 等等这些法律的制定跟修改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修改 能够让男女两性能够真正的一个平等 台湾国家妇女馆 是行政院妇权委员积极推动促成 而行政院妇权委员会的成立 起因为1996以及97年间 发生彭婉如及白晓燕案的不信事件 激起人们争取妇女人身安全保障的迫切感 妇云界要求政府正视妇女人身安全 以及所有相关权益 那个大游行之后 政府要开这个全国治安会议 可是我们要求的是 全国妇女人身安全会议 但是政府却把 全国妇女人身安全 变成全国治安会议的一个小子题 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愤怒 所以我们就全国妇女连线 就兵分二路了 就是一部分那个妇女代表 像游美女她们就去开这个治安会议 那一部分就到行政院那边 排了1088个女人的鞋子 我们鞋的标语很可怕 鞋鞋鞋鞋鞋 鞋鞋鞋鞋鞋 就是当年被杀或被性侵害 杀死的妇女有1088个 抗议全国治安会议 把妇女的问题稀释掉 那结果下午的会议 尤美女他们拉起这个白布嫖抗议 所以连战最后结论的时候 就赞成说要赶快成立那个性暴力中心 要赶快成立中央级的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等等 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阿扁当台北市长 那就成立了台北市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 看到政府跟民间的一个伙伴关系的一个建立 而且看到行政效率的非常的良善 因此后来在1996年的下半年 本网路事件发生以后 所以民间团体就要求行政院要比照台北市政府 然后去成立一个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 很快的时间我们就开始从教育这个管道 因为我想教育才是改变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所以从教材的检视 然后开始呼吁这个两性平等教育的落实 然后一直到95年的时候 终于在市府成立了一个 当时叫两性跟性教育这样的委员会 然后把民间团体的诉求正式纳入到市政府的政策 但是中央的部分倒是一直到97年 那么是因为之前彭宛如事件 白晓燕事件的影响 那么才在教育部成立了 当时也先叫两性后来叫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机制 但是我想最值得一提的是 2004年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通过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30多个条文的法案 就非常正式地让台湾的教育单位 进入到一个落实两性平等 或者是性别平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在民间护运团体要求之下 1997年 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成立 这是全国最高的促进妇女权益组织 也是一个跨部会的组织 父权会成立以来 历届委员各有不同建树 我们进到这个父权会里面 我们发现前两届父权会员 已经在做这个性别统计资料 可是还是不够完整 所以我们继续 我甚至提出要把原住民的性别统计资料 也要做出来 整个委员都很努力在 护许这个政府建构一个国家的 性别统计资料的会整 最后主祭处终于完成了 性别统计资料的会整的书 各部会对性别的观念 还是非常的不够 所以我就说服刘一秀 编写妇女政策纲领 还有白皮书 其实我们从联合国的很多的资料 或很多的组织 他们在谈性别阻力化 第一件事情就谈到 就是说请大家提供性别统计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让性别阻力化的推动 能够更理性 用科学的方法去达到一个进步的方法 有了性别统计之后 我觉得我们要更有一些理论来做 基础来做进行性别分析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它最后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能够把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 也就是性别预算能够做出来 那么接着更重要的就是要去进行各种重要 比方说政府的中长城计划 要去进行性别影响评估 那么性别影响评估这个东西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要去看 男女受益者的这个不同 可是事实上透过性别影响评估的过程 是迫使政府施政能够以人为本 因为他会去看到人在哪里 当时护权会设计的时候 是想每四个月跟院长 行政院院长开一次会 但是在游习坤院长的时候 他发展出一套所谓滚动式的开会的模式 也就是说护权会委员 虽然是四个月才跟院长开一次会 但在那之前我们会跟部长开会 我们会跟各部会的不同组织的首长开会 所以到最后我们四个月开一次会的结果 我们几乎每两个礼拜就开一次会 甚至有时候每个礼拜都开一个会 那我们甚至发展出 因为学了他的这一套所谓滚动式的开会的模式 我们就不断地去发展各种跟部会开会的模式 以至于到最后整个大概在政府部门里面 他们会发现傅全会委员是最麻烦 或者是最积极的一群 我们采取滚动式的管理 换句话说 一年春夏秋冬各开一次会 每次会我们就分成三级 都有会前会 有部长会议 有师长会议 也有科长会议 我的角色就是让有进步价值观的妇女 进来到行政院 来影响我们的行政团队 这个副全会的委员呢 他们不只是把这个副全会当作一个参与政策的一个管道而已 那他们而且很主动地去扩大参与 所以会办很多的沟通平台会议 那这个沟通平台就会邀请许多的这个基层的父母团体 或者是地方的副全会委员一起来参与 我原本常常有一个不成文的自己的一个默契 就是做了两任以后就不再连任 然后会主动去这个提拔新人 然后新的委员呢 也会有很强的这个使命感 觉得需要去延续前任委员的一些任务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地方是 这种传承的使命感 并不因为政党轮替 执政党改变而有所改变 李任主委 委员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妇女权益 也积极争许 包括公共厕所的问题 因为每一次陪太太到公共场所 那这个女生她所花在这个厕所的这个时间 是男士们的好几倍 这实在是非常不合理 那所以我是在95年1月1号上任内政部长 那之后就在3月8日的妇女节 就宣布要大力的来调整 这个男女公厕的这个比例 那时候我们法令的规范 是男厕一 女厕二 一比二这样的比例 那根据民间团体 所做这个专业的调查 那时间的比例 应该比较理想是一比三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子还是不够 因为在监控时段 有大量需求 像比如学校 下课 或者是戏宴擅长 或者是车站的人潮 那这些地方啊 这个比例应该还要再增加 所以我们把这些地方的比例 是男厕一 女厕的比例是到达五 父权会成立之后的第二年 1998年 内政部捐资成立行政院父权基金会 由内政部部长担任董事长 但是这个国家级的单位 原来并没有自己的办公处所 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维吉尼雅·乌尔夫 曾说 女人要独立 需要有自己的房间 于是 父权会委员开始构思 争取一个女人的家的计划 其实国家妇女馆最开始的是 周青玉委员在第五届进来 父权会之后 他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父权会没有一支电话 没有一个地址 那这个妇女团体 要跟父权会联络怎么办 所以事实上这个国家妇女馆 是从一支电话一个地址 开始这个大家去发想 那没想到这个一支电话一个地址 会搞出一个国家妇女馆 所以我想台湾的女人真的是 超级的 参加APEC的妇女大会的时候 拜访了她们的妇女馆 结果让我有很深的印象 在首尔 光光是首尔的妇女馆 她们就占地七千多坪 有几层的大楼 整个大楼 回来以后我就正式在护权会正式提案 会里头就直接被推成这个推动小组的召集人 我就很积极地到处走 我自己都笑着说 我自己找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这么紧张 都没有这么认真 最后是行政院的政府委员 就是刘玉山告诉我们 有这个地方就是省政府 以前省长在台北的办公室 这已经是闲置了 因为省府已经被省了 国家妇女馆的筹设 从民国94年一直到97年的3月 才筹设完成 那么在这个筹设的过程当中 从土地建物的取得 一直到兴建的过程 可以说协调相当的困难 到最后才找到了杭州南路 目前梁镇大楼的九楼 它面积有330坪 连营建署他们的公务人员 也是带头整个负责进来 帮忙规划帮忙设计帮忙完整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大家通力完成了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台湾国家妇女馆是透过内政部来丑设完成 那妇女权益发展基金会 我们是透过招标的方式来进驻委托经营管理 我们希望每一位走到妇女馆的人 都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整个空间的规划跟设计上 我们也尽量希望它能够营造出一种 所谓性别友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氛围 那我们目前妇女馆是可以对外开放使用的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各界呢 来永远来使用我们馆里面的相关的设施 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每个月甚至每年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参访人数 能够逐年增加 那至少每年度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 1万人数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参访人数 能够女人帮助女人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朋友 然后帮助更多的妇女 我这样在想 每一个家庭如果女人站得起来之后 这个家一定是完整 目前我们在馆内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分成国内跟国际事务两组人员 那对外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参与一些国际会议 譬如像APEC的相关的性别会议 还有就是联合国UNCSW或CEDA公约的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参与 能够把这样的议题跟国内来接轨 那在对内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研究发展 还有就是妇女的团体的沟通平台 能够建立跟我们国内妇女团体的 这样的一个联络网络 从2001年开始 我就陆续邀请台湾关心妇女发展的妇女朋友 或者团体一起到联合国去 所以从2001年六位 陆陆续续到2004、2005 变成20几位到现在有30几位 那变成是大家开始了解到 我们是可以跟国际接轨 我们透过我们参加民间组织的座谈 提出我们台湾的表现 也把我们的经验可以给全世界 同时呢我们也带来了联合国很多的资讯 回台湾要求我们在地 不管是民间团体也好 不管是政府也好 可以做一些改变 CEDA 即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 全球已有185国签署 CEDA公约它是把妇女的人权 主条的列出来 所以它刚好是可以作为 我们的法律通过之后 政府你落实的一个标准 检测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就是我们会在国内推演 最主要就希望是说 我要求用CEDA公约的这样的标准 来检测你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政府有国家报告 民间有Shadow Report 那每一年逐年来推进 你就可以设定那个目标值 到现在国家也在2009年3月 有一个正式国家报告书 目前也有开始在撰写一些 这个影子报告等等 我想支持所有妇女团体一起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是能够 持续可以在这上头 跟国际做接轨 也能够将我们台湾做得好的 透过我们民间组织跟他们的互动 让其他国家跟我们一起学习 这个过程中间 父权会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 台湾国家妇女馆 政治馆里面有非常丰富多元的馆藏 也证明台湾两性平权的发展 跟国际的发展 可以说不遑多让 可以说并加齐驱 也证明了性别平等的议题 成为社会一个主流的公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二十一世纪 台湾女性继续与世界接轨 让我们一起携手 打造一个性别平等的新纪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